南宝的漂亮南宝的咖啡 我们现在要去金屋 金屋我们来了 我们现在到金屋啦 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 与冰箱出剪 这楼梯有点陡啊 这是一家以前是木材商人的一栋 然后现在呢 被改造成了一个咖啡 他们家去专门做这种手工制的T恤 中文叫做法式显派 一张人气的一个咖啡店 然后等我大概有半个小时 40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来了 好好喝 超级好喝 我点的这个是土豆和培根的 好好吃哦 好好吃 真好吃 这家店值得很大 来到这家商店这边呢 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1872年的开业 这个就是我们明天要看的表演 这个叫做Miyaku Odori 每年只有4月才会在京都举办的日本舞泳表演 平时难得一见的一季五季 会身着华丽和服 向大家展示最高水平的日本舞泳 八蛋神社 八蛋神社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据说这里的良缘和变美的神度比较零 那我们当然要来许一下愿啦 我们要去其宴了 来抽签了 日深在里面抽一个之后 然后拿到窗口去销 200元 这个是良缘之神 看得美的 这样实现 气氛也刚刚好 太美了 吃穷了美的 我们现在要来吃碗发凉 这个店呢 是一个创造料理的店 它是把就是 大地的这种 食食 和果实 然后融会在现在料理里边 然后今天这个主题呢 是一个特地 就是一次旅行 每次吃饭就像人生的旅行 然后这个是我们两个 准备的一个旅行箱 那需要我们两个一起来单 吃饭 哇 好闷 好浪漫 展开一段旅行 今天是春天的樱花 请享受 这上面都是一个菜单 我们要开始旅行咯 第一道菜是森林间的散步 第二道菜 我们来到了平安省 这道菜的主题是樱花之前 这个玻璃的盘子是有扑过的 第五道菜 皮肤的赏银 表现的是漫天的樱花 在春天盛开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平野神社的樱苑 里面有非常非常漂亮的 不一样的樱花 我给配的酒 和最后的红茶 两个女生有12杯酒 哦 好棒啊 咱俩 四睡在一张床上 又四不睡在一张床上了 这是一家结合了黎巴嫩料理 和京都当地食材的人气餐厅 菜品设计和店内环境都品味满分 自然光透过屋顶洒落在石板桌面上 让你不由得沉浸在这情调高级的 美食体验里 每天的早餐限定20份 建议大家预约哦 这个呢是面饼 然后可以把这菜包起来吃 吃饱 喝足 散散步 下一个小梦 我们来体验和谷 吃饱 吃饱就好 拜拜 谢谢 碰到了一个神仙的摄影师 神仙摄影师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拍的巨号 你们在录我 不是我们不是那种怪你 我们不是 这是我们的包 玉米包巨好看 股子都卖不大了 想起来 不自然在家工作 不自然在家工作 我们不在家工作 这个好美哦 这个好美好喜欢 你家好看好多 沙拉 味噌汤 鱼鱼 我太喜欢这个 我们现在吃完了晚饭 吃了吃完了行李 买了卖手给你吃 然后准备操心带去回公司 好 开心 如果我让你用三个字形容这条旅行 你会选择三个 真漂亮 我选的是没玩够 那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姐妹小孩旅行 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好 疯狂 我跟我说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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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